自从C罗转会邮文图思后,许多球迷群体都期待着,能够早日看到黄马和邮文的对决,现在机会到了,北京时间8月5日早上6点,黄马和邮文将进行一场季前赛,本以为只有在欧冠中才会出现的剧情如金皮圈上演了。 由于C罗的存在,这场无关痛痒的季前赛,反而收获了大量的关注度,对于中立球迷来说,他们希望C罗能够在这场比赛中完成游文首秀,对手正是老东的黄马,这样的对决堪称今年足球界的一大看点。 若C罗能收获进球,那这场比赛就更为精彩了,面对救助完成破门,这历来就是最让球迷津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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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但对于狂马球迷来说,很难能够在短时间内,接受C罗作为对手出场的局面,毕竟葡萄牙人曾为他们带来无限的荣誉和快乐,此时他们的先生恐怕只有一个,求C罗别上场。 根据最近消息,本次比赛的地点定在美国,而C罗目前仍留在独林进行训练,本次比赛C罗将会缺席,感谢和C罗兵戎相见的黄马球迷们可以松口气好好看球了,虽然C罗缺席,但黄马昔日中场赫迪拉,跟随尤文来到了美国,极有可能首发出场。 不知道黄马球迷们是否想念这位中场遗憾呢?